5月7日,2019年伦敦金属交易所亚洲年会在香港举行 香港交易所行政总裁李小佳表示 港交所希望背靠中国内地市场,借助大湾区发展 在商品通方面发展轮港通、限期通和期货通等三项互联互通 从商品突破进入货币和固定收益业务,从而带动货币产品发展 李小佳表示,首先是连接伦敦和香港大宗商品市场的轮港通 伦敦金属交易所要在香港推出以美元现金结算的小型期货合约 第二是限期通,通过深圳前海联合交易中心 根据内地现货定价产品在香港进行期货交易 第三是期货通,港交所希望未来和上海、大连、郑州三地的期货交易所合作 设立流动资金池,允许期货产品互相挂牌 允许人们直接进入商品通交易,进行北向的互联互通 我们也很希望和国内的机货交易所共同在我们的国际仓库 国内仓库互认上面也做出很多的进展 那么特别是在大湾区的政策中间 我们希望在大湾区里面有所突破,作为一个试验 在大湾区的框架下面能不能寻找一些创新的办法 来实现实际经济 港交所主席史美伦至此时表示 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数以百万计的投资者想要分散投资组合 港交所期望能够在大湾区与广东省政府达身合作 以大湾区为试验田,设立金属仓库 从而扩大全球仓储网络 减少内地交易者的投资风险 据了解,港交所于2012年收购伦敦金属交易所 并于2018年势力深圳前海联合交易中心